那我们先早上欢迎唐正伟 但是现场的伙伴有问题 我们可以稍微不那么宿位一点 我们可以马上举手做交流 OK 好 这样高兴 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 虽然说最后一小钟就没有简报 没用完但是没有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想要讨论这个题目是 社会企业 那对我来讲 社会企业它就是用商业的力量 来解决社会和环境的问题 我自己呢在2016年 刚接这个协议政务委员的时候 那我是说我是数位政委嘛 数位就是很多很多位的意思 就是不其一位的意思 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所有的项目任何人来访等等 我都全部公布在网路上 大家可能有在YouTube上面 看到过大家来访 有跟我做一些讨论 或者是说我们会用竹子记录把它公布出来 那透过这样子的创新的话 你说很快就发现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说任何人跟我这个交流 他了解到说原来这个会做成记录 我们不但其他社会上的朋友会看到 国外的朋友会看到 后代子孙也会看到的时候 每个人讲的都是公共的地方 完全不会有人都要给一些事 只对他直接好 或者是让我们这一代人好 或者是这个牺牲口开 或者牺牲环境 来做到的一些提案 可以看那个左下角的简报模式 左下角简报模式 每个小字四个字一排 右边谢谢 好 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就发现说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用长城的方法想想到 一代两代七代以后的吧 其实不管是经济上面的利益 环境上面的利益 社会上面的利益 其实全部都是converge 就是它是全部汇聚在一起的 其实一定是互相加强的 只有在它是非常短的周期 然后每个小字 看不到它的长城的印象 它长城的可能造成的冲击的时候 才有可能看起来好像要 领和竞争的这个情况 那然后第二个我学到的事情呢 就是为什么要刚刚的就这样 那就停在这个画面上 对 那第二个我学到的事情就是说 绝大部分的这些节目性的问题 大家提出来这些题目 其实大家在提的时候呢 脑里好像就有个八个一样 例如说环境的养基在一边 经济的发展在一边 科技的普及昌明在一边 但是呢社会的公平性呢 属于在另外一边等一等 那然后呢我们的政策的执行者朋友 就是我们的长夜无关 就好像中间的那一根绳子一样 就是一方面它要不要被轰断 因为两边在拔痕嘛 但是二方面呢 它又必须要保持某种平衡 但是呢 随着这个新的世界的到来 尤其有一个社会创新 它叫做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的出现 所以在以前呢 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的时候 可能只有四五个迷害关系 也四五个方面 但是现在呢随时随地 叫一个新的主题标减 一个hashtag出现 从2015年16年处理的 UberUberX的这个题目 到我2016年入格处理的 电子竞技 到底算一种运动 还是算一种文化 还是算一种表演呢 等等的这些题目 那到我们现在的防疫中间的 人家虚企危害等等 都不是只有三四个迷害关系 方做生态就好就好了 而是在上的所有人 都有可能是问题的解决者 都是创新者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个不同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 叫做众人知识 众人住职 就是这是大家的事情 然后需要大家来提出意见 来设定我们的移证 那所以呢 以上这些呢 就像frame我们slido 这个社会创新 如果大家可以扫QRCO 麻烦扫一下这个QRCO 那扫到QRCO的话呢 就可以开始介入 任何你想要讨论的事情 或者想要询问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 这位朋友听出来说 全台湾班的医院 广告病床系统 可不可以整个是一件 你想要讨论的 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赞的数量越高 它又会附带 这个萤幕的一个上方 那如果你现在扫不到QRCO 你可以手动输入 叫你网站slido.com 然后再输入00313 进口不用输入 那不管你是用输入网址 还是用扫QRCO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一个 自然预示的议程设定 理论上就是 我其实自己介绍 出来的这个系统 然后大家按赞最多的 那我就开始一项一项的讨论 那这个做法就是 所谓的中人知识 中人助治 因为只有这样子 我才能够知道说 在讲这么多朋友里面 大家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呢 最能够一起想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这样子的做法就是 我们叫做 Pro-Social Media 就是它也是社群媒体 没有错 但是它是让大家 更加能够彼此互相体谅 更加互相了解 的那种社群媒体 而不是说其他别种的社群媒体 不过今天不是要讲 那种社群媒体 那种focus在这个 比较正向的部分 好 那如果他们没有带手机 或者是说 扫登QRCO的话 那也欢迎举手 举手他为的优先顺序 是包括萤幕上面的优先顺序 那在接下来的 一定要每次都要先讲 我们数位是 让这个沟通变得更容易 那它不是让一些对说 比较不熟悉的朋友 让沟通更困难 所以它不是取代人员之间的沟通 而是augment 去加强人员之间的沟通 好 那所以在接下来 大概25分钟里面 那这个场子就交给各位了 各位设定什么 就讲什么 那现在其实这个票数声很悬俗 通常都是Power Law 这是第一名是第二名的两倍 这样子 好那第一名是说 请问未来针对5G的时代 台湾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在营营 那我要首先讲4G的时代 4G的时代 其实我们的政策非常简单 就是宽平人权 四个字 那宽平就是人权 任何地方在台湾 即使是玉山的北风 接近4000公尺的地方 每年还在继续乘搭 再公分的那个地方 每个人也一定有 我觉得他们可以四个散看 就是说有宽平的 双向的视讯的 这样子一种平凡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我的错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已经在4G的时候 已经误件到了 所有的这些角落 甚至那层部都是说 黑鹰直升级 他们不去出勤 我们在训练的堂次 都可以这个在基地台 和这些零件 我们就不用一个可以背上山 那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有效 我们真的就达到了宽平的人权 而这个就是我们数位民主的基础 不然的话 我们去可以出这些数位的这些平台 那实际上就跟人连不到 我们的朋友 好像没有办法 变成我们的民主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先建立在这个 就是4G的科技性上 但是呢 4G呢毕竟有它的基线 它的基线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用在视讯的时候 因为自从疫情开始 那我就每天早上 大概六七点 就必须要起来跟美东的朋友聊天 因为美东的朋友 就那个时候他醒着 我也醒着 然后就随着一天的时间过去 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 就是欧洲跟非洲的朋友啊 等等 所以一天就经过非常多个市区 好像每天都在环游世界这样子 但是呢 我就发现说 我如果是在我们的室内 那我们有光线网路 有WiFi 有幻屏的话 那我跟他那边 见面三分情嘛 我跟他视讯 也有一个两分情 就是讨论还不错 但是呢 我如果在户外 好比想说 我是没有去玉山北风啊 但是呢 如果是说 像之前做 小海之景 香山之景 事实上是在户外 也有4G 4G周围也是满格啊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视讯的时候 总是没有到两分情 都是好像一分情 一分盘 有时候比较不稳定的时候 可能等我 可我一分情嘛 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是呢 这并不是因为 4G团物件不好 而是说 4G呢 它有一个延迟 这个延迟就是说 我像我现在讲的 我可能有朋友在点头 我知道他在点我上一句话的 可是呢 就是当你点头微笑 但是你是透过4G 对吧 你是透过4G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在点 你上一句话的头 还是这一句话的头 他觉得 他看起你的眼睛在点头 你觉得他看起你的脖子 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就没有办法 让人跟人好像有个 共同在场的感觉 而在我们能够共同在场 就是双方都是光线的 情况下 结果我们两个都是关在 房子里面 好像也不是共同在场 这个情况 所以当5G刚开台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开台 然后我也申请了两张5G的SIM卡 那当时我是在台北到伊兰的这个路上 然后刚好呢 我是跟韩国的朋友讲 韩国那边也刚刚这个布检了5G 但是韩国也比较向下的一个地方 一个卫星城市 那但是呢 我们双方呢 都不是关在房子里面 而且是像我在行走中的车上 我就把这一只手机 mount在后面的那个后座的 椅背的那个头垫 跟底下的那个背面 中间不是有一个空隙吗 我就自己把它 手机塞在那边 然后固定在那边 所以但是这是一个宽的镜头 所以他只有一边拍到我那边 另外一边就透过那个打开的 这个至少是透明的车窗 看到外面的这整个景色 可是因为无拘敌眼尺的特性 所以我们真的两边都觉得好像 就是对方也坐在我的车上 对方也是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社会 他们那边的卫星城市的市场 那他们就好像跟着我就是走了一趟 拍到伊兰的这个过程 而且随时我看到他们的微笑啊 点头啊 举手问一个问题啊 我会说我这边的景色是这样啊等等 我都可以立即的去回答 所以这让我看到 我看到说5G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可以达到共同在场 它可以让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的人 而且不一定要玩在那种 昂贵的时讯会议间里面 也可以觉得说 哎我就在你身边 那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很有好处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偏乡的地方 它在我们的健康的需求上面 学习的需求上面 这两个是我们一定要确保说 我们有比心科技的时候 不是要一部分人更不健康 一部分人更难去的教育 而是我们现在5G的一个概念 就像我们4G是叫做 宽品质人权嘛 5G就叫做 越偏向越先进 越偏向越先进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很多城市 它本来就已经有光线 本来就已经有WiFi 本来物件率就还不错 那我们再去推5G呢 它有点紧上天花的那种味道 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在偏向呢 我们去看 好比像说 很多需要远去照顾的朋友 这次的疫情也让很多人发现说 那我们透过这个高解析度的视频 去看到大家脸上维系的这种表情 医病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去信任 那我们就结合了之前 我们在2018年 我们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就有跟总统府合作 就不能上架 在总统府的指导之下 然后我们都去看 社会上面的一些社会 创新的一些点子 它还在创业的阶段 没有真的找出它的 product market fee 或者service market fee 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每年选出5个这个 idea 然后让总统呢 颁奖给它 这套总统杯 那这个奖杯呢 就像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漂亮的一个艺术品 那但是呢 重点是印象有一个小的投影机 你只要一打开 就会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 那所以这个是 有点类似一个神助牌啦 如果你需要跟地方政府 或者是部长协调的话 那个部长的主币 那主币说呢 部长没有什么空讨论 这个你就知道 这个投影机一打开喔 那主币就说 那部长很有空啊 然后去拍一下 部长的心情 那所以说呢 在第一年呢 我们的五个作业团队之一 就是去运用 类似pre-5G 就是当时还没有 真的是5G的部件 但是类似5G的 专往的那种频道 去部件什么呢 部件一个叫做 离道铺无限支援喔 那这个队伍 当时叫做零时长队 它不是零时长队喔 没有时长的一个队伍 那这个队伍 那这个队伍是因为 当时呢 我们在蓝宇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在晚上 这个院内风高的时候 那有一位朋友 他这个身体很不舒服 那他的家属 就一定用这个护理石 拉上黑银直升器 然后载着他去台湾的本岛 去进行医疗的处置 那因为天候真的是非常不好 所以就发生了 倦记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大家都开始去问说 为什么在地的这些护理石也好 家里石也好 或者医师朋友也好 没有办法获得在地的朋友 足够的信任也好 或者分岛足够的资源也好 以至于他们要在天候 非常多佳的情况下 还是必须要飞这一趟直升器 那后来他们就发现说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那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都是要刷线网卡 刷线网卡呢 事实上它的这些认证啊 所有就是我要调取我的这个 在以前本岛 做多的检查资料到 离岛的当地等等 以前都是走这个 面对面的刷卡的这个流程 而你隔空刷线网卡 这个东西 它不在技术上面 并没有开发出来 它在法规上面 也有很多的意义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地的护理石 其实依法根本就不能 在本岛的专科医师的指导之下 在当时去做任何的医疗处置 如果医师在他旁边 那是可以的 医师说 你做这个处置 做这个处置 是医师来负最后的责任 但是呢 现在它旁边是一个荧幕 那这个是在本岛的转给医师说 你做这个处置 做这个处置 我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非法的 是违反医疗法的 这个亲自诊查的这个原则 所以在技术 在法规上面 都有障碍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说 对在地的朋友 跟在地的 医病的 或者护理士的关系 就很难在本岛的协处之下来建立 所以当时我们的黑客送 它是类似一个 所以说我们先假设 都没有这些技术上面的 或者是法规上面的 或者是万里上面的 这些问题 我们先试试看 先来模拟一下 如果怎样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我们有这些职员 这些支持的话 会怎么样 你真的就发现说 在地的朋友 不一定就 一定要求这些甚至的后送 然后呢 他们在每次成功的处置之后 在地的屋里 其实也学到一些东西 而且他也得到 在地的朋友们的信任 所以他很明显 在这个商业家 其实还不确定的情况下 他一定有社会 它这个社会价值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因为这个社会价值 非常清楚的关系 而且也因为他们 因为其他公平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 直接开始了 一系列的修法 现在历史法 已经修法了 第二法已经通过了 所以完事不必 现在的主权室 都可以在远处的历史的指导之下 去进行处置 那卫福部呢 也博用了这个 潜在心理建设的经费 现在一百多个 管制偏向地区 医療地区 原住民族地区等等 都运用 光线 因为现在的5G 5G是可以在话 待到行动医疗 这个情况 都能够去透露 这种及时的视频 让转队医师 能够给出处置 而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开始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习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觉得说 即使是在 就是远在很能源之外 的一位专会医师 他只要能够看得清楚 我脸上的表情 跟我一个共同在上的感觉 他所给出来的建议 我也愿意听 而且从今年开始 健保也给付了 这个也是很现实的 就是健保也给付了 大家要愿意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骨骑是 那越偏向越新鲜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不管是 学习的需求 或者健康的需求 即使它在全台湾 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商业模式 但是在这些偏向 它是一个 却中奉叹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服 我们的年间的 很多有设系精神的业者 一起先来把这个试点 先把它做好 把这个针网 把它做好 然后到他一发现说 这个真的是有成功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 扩集到全台湾 或甚至我们就可以输出到 很多 其实我们很多的友邦 或里面相信国家 他们也有这种 就是 安平不平均的这个情况 但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说 你未来多个无拘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 从今年开始 就是服务也在实验 就是我们 之前可能大家会下载 健保快应通 但是相当于健保卡的一个APP 疫情前大概 50万人有没有 可能没有 但是现在已经超过 500万人好像 600万人 但是App Store 就是Google Play 跟苹果App Store 第一名的APP 在去年 那是因为大家都有了 也因为大家经过了 三变圈 一方圈之中 我们其实可以用 这个做是很认真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在做积极的实验 就是在我刚刚讲的 这些物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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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朋友的手机 上面的健保快应通 它就可以显示出一个QR 然后可以额空投 握这个圣椅扫 就相当于扫健保卡的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虚拟健保卡 它不是要取代到 大家可能已经很喜欢用 手上的湿体健保卡 而是它可以让这个湿体健保卡 飞跃这个在物理上面 就很难把健保卡刷 刷给对方的遗失的这个情况 那它也可以让就是自己的自主权 更高 因为从那位手机都没有离开你的手上 对比较小时 很不好意思 我们对无惧政策 这些隐秘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 有时再来他们想要问说 正好想要知道 请问 撇开所有工部门 以及私部门的角色跟责任 我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这个 最想要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我自己跟工部门 它是伙伴关系 协同和做的一种关系 我在国外的演讲都常常说 我work with government 我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我work with people 不是for the people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按照世代年轻人的讲 就是我是一个很斜杠 斜杠的一个证文 我的这个day job 就是我大家这个付纳税前让我做的事情 确实是政务委员的工作 没有错 但是呢我也别念在创业 我现在这个 已经写到三个国外的这个 非名利为目的的社会创新组织的理事 但是我都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参加 而且还有另外四个国外的社创组织 邀请我参加 现在正在院长室等待见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再对 所以就举其中一个名字来讲 我们在纽约 我也是一家社创组织 它叫做Renical Exchange 它是叫做激进改变吧 的一个历史 那跟我共同传绵的人呢 他叫做Vitard Lutheran 他是一个比我年纪小很多的朋友 那他的主要的贡献是 发明一个叫以太坊的这个区块链 那以太坊这个区块链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改革 就是把本来像比特币 需要花非常多的电 然后造成很不允许的很多的 就是不管是燃煤啊 或者其他的可能对空气啊 还有更不好的这些影响的这些 把它换算成比特币上面的这些 叫做Proof of Work的做法 那他现在把它变成 所谓的Proof of Stake 就是说不需要花那么多电 也可以达到相当的这种平衡的程度 那我们在总统Mate Hacker Song里面 所使用的新的投票方式 让大家不会说 好像投完票之后 很多分之49的朋友 觉得很失望 那这个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困难 就是我们每四年或者每两年 我们每个人只能上载 大概三个卫元吧 的讯息 进入这个国家的决定里面 那这个卫元率真的不是很高 解析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一直在享受 我们怎么样提高民族的平凡 怎么样去提高这个解析度 因为在以前这个可能 美国的民主制度 他们要起码巡选 反而去投票 当年的那个Bandways 真的不怎么样 所以他们设计出来的制度 就是以当年的角度来看很厉害了 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官屏 官军市政权 我们立法上应该值得一个 更好的一个民主制度 所以他们就在以太坊那边 去进行这种民主的这些实验 他们就发现说 如果我们把每个的票数 从一票或者几票 变成非常强多票 99票的话 那每个人能够投票所表达出来 那个意见就多很多 像我们在总统北黑客松的时候 我们是每年都有200多个不同的案子 每一个都口合到联合国 169个永续发展目标的细向指标 也就是说 我们这169件全世界都同意说 是对人类未来长期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要在10年之内去完成 那台湾有非常非常多 两三代的团队都非常愿意想这些点子 那问题来 我们几个这个评审团 不是评审团召集人吗 虽然我不投票 但是我会去看这个每一个来的case 我事实上不可能是这169个领域的专家 没有人是这169个领域的专家 这些领域中间到底有哪些综合效果 其实是非常难在我们的脑里 一下子就形成的 所以同样的就像slido一样 我们运用了群众智慧的方式 从平台方那边借来 可以叫做平方投票法 那每个人呢 在我们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就是就名平台 只要居住的一个账号 你就自动获得了99个点数 这个点数呢 你可以用来投票 所以这两百多的案子里面 你如果喜欢其中99个 你可以每个都投盘一票 那你就支持了其中99个案子 但我们也知道 网络投票都不是这样 大家都是被动员去投票了 我另外 你也是看到金鹏豪佑所做的某一个案子 就很想去支持他 那通常呢 我们被动员去投票 都是怎么样呢 在我们上面手机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看我的这票 全部换给那个要我投票的人 然后我就把这个视窗换掉了 我就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 这个人是场景 但是呢 我们终于不是这样 你看到你有99个点数 你发现你要一直灌到这 奇怪 点数它越花越凶 你投第一票的时候 是一点没有错 两票的时候就要花到四点 三票就是九点 四票十六点 五票二十五点 也就是说它的marginal return 就是你每一次投票 让它当选的几率增加的程度 跟你的marginal cost 就是你每票要多花的点数 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证明 那所以你都觉得 究竟只能投几票呢 只能投酒票 九九八十一嘛 因为你一时 那就是一百点 没有一百点 好那所以呢 大家都不想浪费 你投了这个酒票之后 你还剩十八点 就是九点八十一 所以这十八点呢 大家就开始去看 说 我本来支持 刚讲到这个偏乡的这个意思 但是呢 其实还有朋友 因为另外一个类似的案子啊 叫救急救男人一战通 那他做什么 他就是高雄气候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急审的这些主任啊 他们去想说 哎我们在中间 如果可以少钱一些电话 如果在救护车上 他不用一个一个这样撒 然后确认医院的状况 如果我们在救护车上 这些生命迹象 就可以直接传递到附近的医院 等等的话 那我们可以多救太多很多人啊 所以他们就做这样一个 解析派案的这个分案器 那这个也很不错 那你有这个 电数你可以投吗 四票 那十六点呢 还剩两点啊 那这两点呢 你不想要浪费这个 所以你会再砍另外两个 它数定跟医疗完全体没有关系 它数定是关于环境权的 它比方说今年的那个风查 就是好像猫可梦一样 你在手上就可以有一个APP 这个APP告诉你说 附近有哪些风查站 风查就是一个很大的水壶嘛 可以自己拿个这个水 可以去倒 那这个当然可能是行血迹啊 可能是店家啊 可能之类的 但重点是说 它就很像是打卡基点一样 你每次打卡 你看金币 这个金币呢 可以再去换这些社会企业的特色 的农产品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 就不会买新的这个OPPIN 那这样子连续50天之后呢 这个除了养成新的习惯之外 你还可以 让它自动推送给你说 因为气候变迁嘛 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又直接还夏天昂道了 那它可以提醒你多喝水 就是按照这个 就是数据的分析模式 在这一方风向风速太阳 特别大等等 很可能一下子气温急剧飙高的时候 那赶快多喝水呢 这个健康才会有很多照顾 刚刚一下子17个同学发展目标的分类 可能就已经跨越了六七个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也许觉得说 我剩两点子头上一票 好像连续对不起他 也许我可以把本来的这些点数 稍微适用一点回来 也许我可以这边7票 那边7票 49加49 就自己开始飞掉了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已经到第三年了 运用这个离开房来的陪范度状法 我们就发现说 平均每一个人 大概都会支持五六个以上的这些专案 而且这五六个以上的专案 两个中间都有综合效果 都有Synergy 就算一开始对东京有哪一个人 到最后对永续发展里面的社会 环境以及经济价值 都有更全面的测了解 他没有教育意义 而且当我们去说 那最后前20强或前24强 能够接受你的辅导 然后去我们的这个总统付费 总统配置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赢了 因为你支持的这四五个队伍里面 总有那么一两个 他最后中选 而且因为中间有综合效果 所以这些没有中选的队伍 他也很愿意去说 那我今年暂时先不做我手边的案子 我先来帮忙这个有中选的 这20个或这24个团队 一起来达成他们这个领向 他就把本来像这种海选竞争 纯粹竞争的时候 就是透过一种新领的投票方式 把他变成有共好的这种方式 那所以像Ready White 全区这样子的设数数值 就是我 也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这个上面 但是我在这上面 研究出来的东西 也不只是说 用我们的总统的黑客送 或者我们在市里上面 可以去使用 全世界的内容 都可以在这边使用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乐器的干嘛 其实越好 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去找到全世界各种各种不同 它本来在不同的处境 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文化的朋友 也是透过这样子的彼此协作 可以找得出共同的价值 那这些共同的价值 就会遇到我们的创新 这些创新 就可以去 不牺牲掉任何既有的价值 而去达成这些共同的价值 所以这是 我目前自己这个 最最最喜欢做的事情 嗯 我们有24万朋友们 问这个问题 稍微比较多点字 是吧 相信我今晚在台湾 揭持公演 这个全体各单位 后面图片 以及不跟不上的情况 有会解决心 有各个建筑业织 财务不透明 以及坚持成本 从资源到材料面 通通相叠加之后 再把最终成本交给消费者 保持现在 虽然政府强力大 超 大方 但这个 年轻人成加的难度 因为这些资讯的 怎么差 怎么参加 怎么参加 竟然还是 没有办法成加的根本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我真的很高兴 就是现在会 很多朋友 会用这个角度 来问这个问题 之前碰到这种资讯 这个不透明啊 等等的时候 往往都是这个 一群人 对方没有一群人 对方这个可能 要魔化啊 等等的情况 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说 如果在这个中间 只是 资讯的不对的 那我们也可以引导 本来在建筑的时候 把这些资讯不对的 不管是透过 包括像说 永续资裁的 这个想法 就是它用到的 component 可以尽可能用 别的建筑物 已经用过的 已经在用的 但是重复循环利用的方式 或者它在 就是它在用 就是数位建模 它的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可以证明 给所有旁边的人看 它对旁边的 不管是 绿化啊 日照啊 扎电啊 空气氢进啊等等 产生了怎么样 多少的效果等等 总是就是 你愿能够证明 旁边的这个社会价值 大家就愿意 来了解说 你在建筑的过程里面 付出了多少 规划的这个行李 而且最重要的是 愿意参与这个对话 那这个参与对话 我觉得是很重要 特别像今天 这个一开始在介绍的时候 你说我这个 可能穿得很帅气 那这个穿得很帅气 这就是对话的第一步嘛 那通常呢 如果有人这样子 或我会这样子讲 我的下一步就是说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 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是什么裁量做的 事实上它是 大概12瓶回溯的保特瓶 加上大概5杯咖啡 喝过咖啡的咖啡 也没有用什么参与好 完全是一个叫做up cycle 就是向上循环的 这样子一个菜池 我们在以前这个 每队有人猜出来的是 那个星彩的咖啡沙 那这时候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如果只是 当然看到这个摔钱 是很重要 因为这样才能开始对话 但是如果只是 停在这一步的话 他很容易就会觉得说 那这个是不是 只是就是为了他的炫目 或者是为了要 营造出一种 好像这个不一样的气氛 那就是 我一旦解释说 没有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好像理念尝照的这个行为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只把 回收上成是每次之后 好像它稍微打一个折扣的品质 这种感觉 像大家的想法就是 循环经济 就是我们的这些设计时代 在设计的时候 一下子就想到是 我可以把哪些材料 经过循环回收 这个加工处理过程之后 来我这边的时候 靠在料子里看 上一个产品 还要好 他这个做出来的quality 因为这个叫vacomite 所以是像vacomite 所以是像vacomite 一样就是防风等等 这是因为加勒咖啡奖 所以还有自动空气清净 这样的效果给我挂在那边 上面什么味道 从被自己散掉 真的 非常low maintenance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把这个循环回收的这个材料 大家的印象里面 从本来可能是 就是每次循环之后 打个就这等等 现在会可以说 每次循环 你还有加持就加持 变成120% 130% 140% 这样子的价值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 我们不管是在做都市对话 或者建筑的朋友们参考 如果我们在一个人 在选择投入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 先多花一些时间去跟大家对话说 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们对社会对话 已经造成了这种正面的这个印象 那一方面 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你说 那我在设计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是运用大家的想法 大家的意见 把他实际的这个成本 也不需要那么高 因为说不定一些新的这些想法 就像这个 那物料的情况 其实就没有分别了 那就可以让这样子的做做法 而且大家都慢慢 变得比较负担来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那当你们这个创新在你们这边 也做到一个proof concept 就是一个大概的想法 就是一个大概的想法的时候 在其他的地方 也会有人用这种模组化的方式 把这些做法带到其他的地方 那再加上我们宽屏作为人权 再加上我们就是在所谓的偏向 越偏向越先进嘛 比方说这个无人车也是在接送 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先开始 无人机送药 也是在越偏向的地方开始 那所以当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 可以往路去来马路 当我们甚至我们的公共门 现在也都有这个远居工作的 这个做法的时候 那我们就也不一定要 一下子都集中在 这种非常大的大都市里面 我们也可以 会有很多朋友 或甚至创业的伙伴 那他就可以在一个 他个人的空间非常大 环境也非常好的地方 运用这些先进的建筑的 这些方式 让自己住的很安全很舒适 那但是呢 透过宽屏的网络 透过路居无人机 无人车的未来 各种各种情况 给他这个生活的享受 以及跟我们的这些 社会连结的这个情况 丝毫不逊色于 在他如实的这种居住的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现在这样子 一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起到 这个比较人口一级的地方 我觉得才可以有比较 根本上面的减换 那所以这点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你的居住品质 不管在偏向 还是在入室 可以透过这种 可以的方式创新 然后提高 那第二个就是 通过远居的方式圈房 我们不管是在 就是居住的环境上面 我们在学习上面 我们在衣料上面 都可以有 一样的这个享受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可以比较 彻底的解决 好 那大概就先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我们只到五十分嘛 那我大概 还有三十秒 那接下来其他的问题呢 我都会看过 那我也很期待 就是 Stand在 就是王道的讨论上面 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一起来接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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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